台中洲际棒球场外 球迷早在中午12点的时候 就开始大排长龙 请先打开你的购票QR Code 并准备好个人相关的证件 请确实配戴口罩 感谢大家的合作 谢谢 那么今天是中华职棒总冠军赛 迈入最后一战了 那么地主队球迷 一整片黄色的球衣 还有爸爸带着两个儿子 提早五个小时就在场外等待 另外统一诗球迷还亮相大型法宝 无论是诗还是诗 开打前球迷全部都是信心满满 今天下午五点 两队就要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进行最后一场的决胜负战 那么这一次统一诗是面临一胜三败 被淘汰的危机下取得了二连胜 硬是将战局打进了第七战 那么在待会下午五点钟 要开打的这一战 就是胜负关键